何西亚本身,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一篇信息 神初次对他说话 我想到何西亚,我就很心疼他 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亲自对他说话 他读过主的话,他听过主的话,听过别人传信息 哪里晓得有一天当神向他显现初次对他说话的时候 哇,这句话这么重 你去取一个淫妇为情 你喜不喜欢听主讲这种话 当然我们不见得是同样的遭遇,对不对 你可能第一次蒙主讲话的话,主就叫你绝世间出来侍奉神 你可能初次讲话的时候,主就叫你去跟一个人道歉 明明那个人是伤害你的人 有的时候对我们听到的话,我们会打个折扣 我一定听错了 那你就发现底下就讲到于是何西亚去取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他们向着神是绝对的顺服 他们单纯的相信绝对的顺服 这是要被神用必须有的条件 弟兄姊妹,你要被神用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去读神学 读很多的圣经知识 或是要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财干 要能够被神用,要成为何用的器皿 什么叫做何用的器皿? 神要用就用,神不用就不用 神要用,他要怎么用,都是他的事情 所以成为一个捷径何用的器皿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神怎么使用我们,那是神的事情 那何西亚给我们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当神初次对他说话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是照人的常情不能接受的话 从代价来说,这是一个极重的代价 从人的情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托付 但是何西亚恶话不说 于是何西亚去取了 底下就说到他的顺服 yas母度 小西亚 小西亚